在暴風雨的日子裏 科學新知 風雨不改 和大家見面 Anyway 我們先不說地球發生的事情 我們說科學新知發生的事情 總之是和最新的科學消息有關的 一定會講的 你以前有沒有看過那段片叫做《火星日記》 你問我 讀了物理這麼久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於那些上月亮上火星的事情 我不算很有留意 其實原因是什麼呢? 我自己科學人的偏見 我簡直會用這個字 我經常覺得 你能不能上月亮上火星呢? 不是一個科學問題 是一個科技問題 我會覺得 你們能夠做到一個好的科技 能夠上月亮上火星 是很厲害的 那個通訊器材很厲害 那種火箭推進技術很厲害 但是上去之後有多少科學東西拿回來呢? 我是會打一個問號的 很多時候你去到拍照 好像一個科技旅行團 那樣就拍完回來就算了 但是呢 我就會說 近這十年八年我是改觀的 改觀完是不是因為在上面的確發現了一些 你從來沒有預見過 估計都會出現的東西呢? 是的 是的 其實也要直接回答你的問題 我不看那些火星的科幻電影的原因 就是那些東西是科幻 然後上火星的東西是科技 但是如果現在告訴我 真真正正的科學東西的時候 我就覺得 以前做的這些東西是值得的 甚至乎我會覺得大家對火星有很多幻想 寫很多故事 我都會覺得其實是值得的 其實剛剛這個星期 其實一直都積了一堆 但是這個星期 也相對比較多一些關於火星的消息 可以跟大家介紹 令到我們對火星的認識是多了 我想這節就講一下大家的資料先講一下 我想對於普通人來說 最大的疑問就是 究竟火星上有沒有生命 但是當然這個大家就不能一步跳到火星上有火星人 但是生命本身其實可以去到很低層次 很源自 例如有沒有一些微生物 那凡是有水的地方 就應該是不是有很大機會有微生物呢? 我們就用我們的經驗判斷了 我們認為就是說 孕育到我們生命的條件 首先就是要有液態 而液態最好就像這些 那個分子本身是帶一些極性的東西 就像H2O這些水分子 組合出來的一個液體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環境 給那些不同的有機分子去做交換 去做很多的 trial and error 從而去探索一下 有沒有可能形成一個穩定的生命體 於是我們就算不要問有沒有火星人 或者我們可能連火星上有沒有微生物 我們都求證不到 但是我們可以再退一步問 就是說 火星上有沒有出現一些可以容許生命去孕育繁殖的條件呢? 今天沒有的話 過往也沒有呢? 然後我們去找一些方法 找一些觀測來探索這些問題的時候 是一個很嚴肅的科學問題來的 所以其實只是去問 火星上面有沒有水? 什麼時候之前有水? 或者現在有的那些如果是液體 是不是水? 那些東西是怎樣去離? 然後再問 它整個地質是怎樣的樣子? 然後我們找不找到一些遺跡 就是說它曾經的海洋地貌是怎樣的? 我們有沒有辦法從現在我們看到的東西去論證呢? 那其實是一個嚴謹科學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會開始向著這些地方 慢慢去逼近了 雖然說你找不找到這些火星外星生命的目標有很遠 我會覺得最有可能是找不到的 但是你如果告訴我 原來火星曾幾何時都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是有容許生命引玉的條件 如果這件事情我們答得到的話 那我就會很有信心就是說 在現在存在著宇宙的角落某處 原來不是太難找到一些可以引玉生命的行星 所以我就更加願意相信 就是可能在其他這樣的行星上面 只要找到一個可以引玉生命條件的行星出來 可能再有幾個就撞上了 會有他們的生命在那裡出現 那這個方法是怎樣呢? 現在我們去探角火星其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做得到啦 又不可以說很容易啦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就是 其實說70年代已經派一些火星車上去看 上去拍照啦 然後離遠我們去拍啦 甚至乎就算不是離遠拍的時候 我們以前有望遠鏡時代呢 已經是可以初步看到火星上面有很多那些 由河流流下來的遺跡 一些河藏的遺跡 那甚至乎有些看到那條路線就很直的 有人還會說是否火星人 火星文明在上面自己建運河 起到這麼直的東西呢? 那原來後來當然看回 就不是跟生命文明遺跡的原因無關啦 但是我們都很確定就是說 火星曾幾何時是有海洋的 到我們再派一些的火星車上去拍照的時候 我們知道一些曾經受過液體衝擊過的痕跡 就是譬如說 我們地球上面看到那些石頭 有沒有被河流衝擊過呢? 那些形狀很不同的 不要只說石頭連去到沙粒這麼小 你會發覺有水衝過和沒有水衝過 你找個放大鏡顯微鏡一看 但是那些形狀已經很不同了 那是否叫做Water Erosion 是的 其實我們在火星上就基本上證實到 曾幾何時出現過海洋 這樣就不會有什麼意義的了 另外也就是溫故知新 我們在說一兩年前 我們都已經提過 就是環繞著火星的一個衛星發現 就是說在火星極地的地帶 南北極的地帶 但是我們知道它有個兵帽在這裡 我們都知道那些應該都是乾兵 白雪雪也拍到出來的 然後但是很有趣的 當我們派到衛星來遠地 就是星立探測它的時候 我們是有一個證據相信 它一個在我們冰帽以下是有一個 液態的那些鹽水壺在這裡 裡面可能是那個鹹度很高的 一些很濃的鹽水 這樣也不奇怪 也在中間受過挫折 就是說我們以為找到一些濃的鹽水 存在過在地面的證據 但是後來發現原來不是的 只不過是一些沙石而已 但是你說在火星的南北極的冰面 以下某處有個液體 那基本上我們在科學證據上面 認為是有的 我們有沒有試過真的挖出來呢 那當然就沒有了 但是同時間我們在近代也一樣 再派了更多的火星車上去看 是不是 就是那些什麼毅力號那些這樣的車 有些現在還在運作著 然後就繼續去拍照探索地質 但是如果說在幾個月前 我們收到的消息就是說 我們也沒有特意拿出來說 因為也不算太鼓舞的消息 就是說在其中一個的火星車 那個地面就是那裡發現的那些地質那裡 就基本上就在那裡探索的結論就是說 去到很深很深都不會有水的了 因為大家會想 以前有海藥 現在沒有了海藥 那些水如果只有一部分 向天空上面流失的話 照樣有一部分是應該 落了去地殼 就是在地底那裡 譬如在沙漠那裡 沙漠的面沒有水而已 但是有人就嘗試 會不會可以掘到下面 就會有些濕一點的泥 然後甚至乎我們可以把那些濕濕的泥 那些水蒸發上來 變成我們可以喝的水 那這樣是我們地質可以做到的東西 火星會不會有什麼條件呢 先前就有發現 其實都不是很鼓舞的 結果就是你掘到300米 都不會有這樣的水了 基本上就是 但是是否代表著我們火星上沒有希望去找到水呢 那我原來又不是太絕望 那我們知道 譬如火星你可以想像 如果靠近尺度的位置 在極地兩邊有些冰結了 那裡可能也有證據顯示會有些液態水 可能鹽度很高 但是總之是有水份在那裡就可以了 還要是液態更加好 但是可能在比較中間尺度的位置就缺乏一些 去到很深也沒有 但是那些不頂不掉的位置 就是可能中間的位置那些又沒有呢 但是我們沒有去過探索過 也沒有什麼工具可以幫我們去看到 那裡是否真的有 但是剛剛這個星期就有一個很有趣的消息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觀察到有一個隕石撞到火星的這些位置 那個位置又不是在極地那裡那麼高 也不是在我們以往找不到水的那些中間地帶 但是在那個位置就很有趣 它撞完之後 撞了一個洞出來 有一個坑出來 而很特別就是那個坑撞完之後彈出來 例如現在台長有展示的照片 就是有些白色的東西 其實甚至乎在照片上你看到 周圍的隕石撞到那裡 好像有些白色的東西在那裡 那些東西的確就是一撞下去的時候 由那個地底那裡彈出來的東西來的 其實這些過程 其實你有一個隕石撞下去 然後由受隕石撞擊彈出來的東西 那些東西其實已經是隕藏了一些 火星地質的資訊在那裡 而很有趣的就是我們看到有證據 似乎那些是冰來的 就是說在那些地方你預計的 冷一點的 它可能比較靠近那個極地多一點 那麼現在我們知道的位置大約是怎樣呢 距離火星尺度大約是2000里 三千三公里左右 然後你可以想像火星的半徑其實就是三千多公里 但是如果你由火星的尺度沿著火星的圓面 走三千多公里 那你大約就去到那個你可以想像地球概念 去到那些可能比較溫大的地方那裡 然後你就發覺有那個隕石和你撞那個洞出來之後 彈出來的那些似乎是有些冰在那裡 那如果我們要確診一下 確認一下其實今天不需要走過去 是不是我們用那個光暴分析已經看到了 那這個就要看 這個具體實際上的可行性有多高 我真的不知道 超級這樣的 你如果真的可以放一層冰在那裡 然後有個分析儀在上面走過 你有足夠靈敏度 你可以配合到一個信號 知道那些是一些冰 但是你要知道現在那堆東西撞到很散 你如果沒有一塊東西飛得夠近的時候 你要確認那些東西是什麼不是那麼容易的 就是你如果說好像整個乾冰下面有個液態的湖那些東西 你都真的要刻意傳一個衛星過去看 你如果純粹就從一個影像到你看 你確認不到的 那現在只不過就是一個初步證據 但是大家都幾會相信是的 而相信的原因是建基在哪裡呢? 就是因為曾經是海洋來的 就是火星真的曾經有個很龐大的海洋在那裡 那它有一些水沉了下去 然後在下面冷的地方結了冰 有什麼這麼奇怪呢? 然後你有沒有找到其他的東西 可以是這麼大量去沉在火星的下面 那最好就是曾經是一些液體的東西 那你沒有太多的選擇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那裡是水不出奇的 是 那如果火星以前是一個有可揚的 我們可不可以觀察到以前火星 是不是一個有可能出現生命的一個行星? 其實這樣 更加多 大家就… 當然最後的目的就是 如果有人覺得你找到生命 就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我會覺得你找到它容許有生命 我已經覺得夠厲害了 最後就算真的沒有又怎樣 它原來曾經是容許有生命 我已經覺得是非常了不起的發言 那這裡就要講到 有沒有再找到進一步的證據 看到一些以前的海岸線 現在的海藏在哪裡呢? 其實剛剛這個星期都有發現公佈的 就看到曾經一個巨大的海洋 旁邊的海岸線 我們可以由地質發現那裡 離遠的觀測那裡是驗證出來的 其實我們基本上都可以說 就是說 曾幾何時有一個龐大的海洋 然後有得龐大的海洋的意思是什麼呢? 在它上面的溫度 是一個水 是一個介乎液態水可以存在的溫度 那就是說 零至一百度左右 是不是? 那為什麼我說左右呢? 就是因為那些水的鹹度有不同 海水和純粹蒸餾水的冰點和廢點 都是可以有不同的 差一點點的 不是很多的 所以就說 冰點是零度左右 然後就是介乎零至一百度之間 可以想像的 於是乎就是那個海洋不會結冰 是不是? 也都不會蒸發走光 但是當然是一個很漫長後來的過程 就是始終火星是偏冷的 另外我們可能探討過 有很多很久以前有一集都提過 就是有人去提出一些理論去解釋 就是火星那些海水最後走去哪裡呢? 其中提出一個原因就是說 它的大氣都不是很留得住了 於是乎就是連那些水氣都不是很留得住 再加上火星的軌道 是令到它有一段時期特別容易 就是說上了大氣的水很容易流失 那海水蒸發 即是揮發了上來 然後那些水氣是不像地球那樣 下長雨就可以回下來的 是不停地走的 然後在地上又滲下一些 又沒有了一些 就是天空上面走一些 那最後就走了 其實其他的道理就是 現在就這樣理解 所以你反過來的時間來推演就是說 應該以前有海洋 一點都不奇怪 那會不會 如果你還想問到就是 但是有沒有可能生命的遺跡存在 那你就要去那些海藏的位置 甚至乎更深一點那裡再嘗試找 就是再去找一次 但是你也知道的了 現在你要再派任務去一些新的地方找 其實現在那些火星車 你也盡量走到不同的地貌 盡量走到一些低谷的地方 除了找石坑之外 還有一些以前相信是一些河藏的地方 就是我們知道現在那些火星車是有行河藏的 然後我們看到 拍出來的那些照片 是拍到那些充積物的 是不是? 我們甚至乎已經試過可以在火星上 飛一架那些飛行器 那些無人駕駛那些 drone 已經是可以飛到的 那其實大家是盡量想現在就盡量再試一下 再找遠一點多些 但是當然最好就是 你不只是在表面上找 你要去到河藏 然後再去到河藏 深入一些地方找 那你單憑一架車 你就很難做得到的了 你只能在地面一個很小的範圍 你只能在那裡做一點點 其他那些你就要靠星臘 雷達那些去測 但是如果你想做到一件事 真的好像去插一條管 去拿裡面幾百米深的地質 sample 這些東西 就不是這些月球車可以做到的事了 但是你一定要有到這些地質的採樣 你真的才能夠正正式去看看那些 sample 裡面 有沒有生命的證據 哪怕只是找到一些曾經生命的遺跡 那已經足夠古墓了 那什麼時候才做到這步呢 那暫時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估計就是 海洋和大氣層應該是共生的 是不一定共生的 都可以說是的 通常你有得 有幾樣東西我都要相互相成的 你都要有一個外面的光源或者熱源 就是說外面的太陽 再加上你本身的星球有回到差不多的地質活動 可能提供到一些地熱 於是乎就有一個條件 給你同時擁有一個液態的海洋和一個大氣 如果好像金星那些情況就太熱了 它擁有到大氣 很濃厚的大氣 但是擁有不到海洋 就是因為太熱 然後另外一個極端就是你看到火星 它應該就是沒有什麼大氣 於是每個海洋都不留得來 這樣就沒有了 地球就夾正在中間 但是我甚至說地球這種狀態都不是永恆的了 那麼去到如果我們的太陽 遲下有些什麼的變化 就是說遲下的意思是 當它走到晚年50億年後的那個以後 它變成了一個紅巨星 外面那層氣體漲大了出來 它很容易就吹走了地球的大氣 如果那個時候地球還有海洋 基本上你都很難存在下去的 就是50億年之後 我們無論怎麼樣都好 我們都變得絕種的是不是 是的 這個叫最最 general限度 但是你問我 我覺得人類不用51年都是自炒的了 不過剛才你說那個有海洋 是不是以這個時間就是適合人類生活的呢 你又要说一下它的大气成份是怎样 地心吸力是人类惯到的 然后大气成份大部分是二氧化碳 你要知道地球又要适合地球生存 要经历过大气成份很多次的演化 曾经出现叶绿素的植物 帮你把整个大气成份换了一次 于是令你有足够的氧气去给到人类这样的环境去生存 我都没计过气压够不够 就算当你惯到气压 惯到地心吸力 你的大气成份够不够 所以你说要适合到人类生存 那条件就更加严格了 但是说你会不会适合到一些地球上現行的微生物 我会觉得绝对有可能 甚至不去到微生物 如果你说把一只我们今时今日的蟑螂 摆上去当时的火星 如果它生存到我不惊讶 那它可能也会缺乏 可能现在还可以 真的 蟑螂跑到太空仓里 下了火星 同时火星 是的 好的 第一集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集再回来 梁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支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